欢迎您收看4月21号的早安新唐元 我是张麒麟 先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受到封面影响 今年全台各地都会出现阵雨 其中又以中部以北雨时较大 提醒您出门记得带伞 上班上科天雨路滑 务必多加注意路况 另外在气温方面 由于下雨气温也比前几天凉爽许多 北部地区约17到21度 民众出门时记得加件外套 而中南部地区则约20到27度 接着带您一起来看到 国际媒体的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搜救持续进行 更多移民船请求救援 接着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欧盟会面地中海移民传难 再传求救信号 接着看到大巨人时报 纽约大都会本报道 经济疲弱 北京在即刺激 央行放选余万亿 接着看到大巨人时报 台湾本报道 强震摇汉全台一死一伤 来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苏尼夏季退Expert Paria Z4系列机 最高画质挑战二强 早安新唐人 带您看到地中海19号发生 移民传传传惨案 不幸的消息是死亡人数增加到950人 包括200名妇女与50名儿童 欧盟外长20号紧急开会 提出包括打击走私 指纹确认 设立紧急机制等10点计划 但同时间又传出两艘移民船 在同一海域发出紧急求救讯号 两艘船上估计载了450人 接着看到一架国台航空班机的机师 18号被查出持有刀谢 在他执行从伦敦飞往香港的任务前 被警方逮捕 机上262名乘客的行程也受到影响 这名机师被带往地方警局 之后获得保释 但全案将在5月中旬做进一步调查 镜头转回台湾 观众朋友昨天都感受到的一天四震 尤其是晚上短短40分钟内 又接连三起五规模五以上的地震 气象局说晚间地震有两个事余震 有一个可能是被触发的新地震 到晚上7点20分的时候 我们发布了一个规模5.5的有感地震 那因为它的空间位置 距离早上的主震的位置已经相当远 所以目前不会把它归类为 是这个地震主震之后的余震活动 但是在7点20分之后呢 紧接着在7点45分 在主震的北边一点点发布 我们发布了一个规模5.8的余震 那接下来在8点整又发布了规模5.7的余震 那因为这两个余震的位置 它刚好就在主震的一个北边 一个南边一点点 所以从空间上分布的话 我们是把它当作是同一个地震活动的序列 也就是说昨天晚上7点45分和8点钟 震动5.8与5.7的两个有感地震 是6.3强震的余震 晚上7点20的地震是被触发的新地震 而印尼外海昨天下午也发生规模6的地震 不过跟台湾的地震是源自于不同的板块运动 所以彼此没有关联 昨天上午地震因为变电箱爆炸 不幸夺走一条远命 也让全台十多所学校受损 而台北市松江路一处机械式停车场 因为地震造成漏油故障 导致塔内11辆汽车受损 在五楼高的位置有四辆车叠撞在一起 无法升降 停车塔的外墙甚至被撞破 台北市建管处已经勒令停止使用停车塔 但没有经过结构安全检查确认 安全无余 以及机械升降停车设备 重新取得使用时刻之前不得使用 唯者都将依建筑法储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还 接着带您用100秒浏览重要的财经讯息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表示 希腊市尽速与国际债权源达成协议 防止财务危机恶化 并提起外界对该国可能退出欧元区的疑虑 鼓励投资人不要放空欧元 LED产业适逢QE弹计 外资Morgan Stanley分析中资并购Lumilet 必须进行结构改革 也得顺利拿到转利 否则对中厂的营运指示 买了一个看涨的买权 台湾第三方支付专法5月正式实施 今晚会预估专法上路后 台湾今年电子商务交易规模 将增加最多2000亿元 其中绑定账户就是一大爽机 只要先绑定好银行账户 就可随时进行支付 即使通讯软体竞争激烈 WhatsApp已经正式宣布 突破8亿用户大关 预计今年有望达成10亿用户里程碑 稳坐通讯APP龙头 而赖用户则达6亿元 微信用户4亿 新唐人雅哈电视 中文报道 中国大陆加入全球货币宽松 大陆央行星期日宣布调降 存款准备金率两码 设出约新台币3兆元的流动性 也导致人民币走弱 财政部长张顺和昨天坦言 大陆先是降准 未来如果进一步降息 国人必须注意风险 人行昨天闪电宣布 调降存款准备金率1%到18.5% 是金融海啸后的最大降幅 更是两个月内的二度降准 也引起了财政部的关注 中国上周开放放工措施 引发了全球股市乱流 欧美股市大跌 而上午包括了台湾 香港 韩国股市出现震荡 陆股除了上海A股 上证指数外一片惨绿 中国大陆的经济进入新常态 因为它量体贝斯越来越大 所以它不可能未来继续保持 7%以上的成长率 那么这次人行的降息 我们可以把它解读成为是 第一个这个中国的政策 它其实还是持续的加大 这个宽松的一个力道 主要的原因还是看到了 在中小企业面的一个 资金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再加上它的外汇 其实有持续流出的一个现象 那么造成在国内的一些中小企业 在面临资金调度的时候 有一些状况不足 以强力宽松政策 试图减缓放缓的下行经济压力 此前部长张胜禾更坦言 大陆先是降准 未来如果进一步降息 国人必须注意风险 大陆现在降低存款准备率 当然委员讲的 未来有可能降息 它是一个货币宽松政策的一环 所以可能风险 要请国人要注意一下风险 分析师指出 大陆上证指数 累计六周涨幅将近29% 目前已然出现的 股市资金过热的情况 不可忽视相关的风险 更需留心美国的升息时间点 以及欧元区吸纳常在的问题 新唐人咬在电视 曾经交省为同 谈判台北报导 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 王宪奎来台 面临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浪潮 这节早安新唐人 我们将带您看到 王宪奎和其党女的嘴型 Lofa Coffee 层层把关完美坚持 百分百纯天然研磨咖啡 无添加剩咖啡豆萃取物 富含高浓度绿原酸 喝对咖啡保有健康 多种选择满足不同需求 极致享受静在Lofa 喝的极品Lofa Coffee 屋伟科技集团 追求机制 领航全球 对咖啡 Border 欢迎回来 中国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奎第一道来台 昨天下午先后会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及前主席连阵 下午去新竹的工研院及新竹科学园区 追查国际指出王宪奎主镇黑龙江时 参与迫害法轮功 昨天他已抵达新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 对着王宪奎的车队高喊停止迫害 对车队高喊停止迫害法轮功 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奎率团来台 下午先后走踏新竹工研院竹科同业工会 都遇到法轮功学员拉横幅反迫害 声明台湾社会不欢迎人权恶棍入台 要告诉大家台湾戒队不允许这种人权恶棍 而且严重的迫害法轮功的这些恶人来台湾 黑龙江省一直都是迫害严重的地区 有这种监狱里面的酷刑折磨 甚至包括那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我们今天来这里是要告诉所有的人 包括告诉他 后来法轮功是天理不容的事情 王宪奎走踏新竹面对大量反迫害声浪 其实他19号到25号的台湾行 行程极为保密低调 20号早上他悄悄与国民党主席助力伦见面 照片透过陆媒传出 现年63岁的王宪奎是已经落马的江派高官 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的心腹 王宪奎苏荣与前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 和前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 都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臭名昭彰 去年王宪奎才因为徐才厚案而被问责 追查国际组织指出 王宪奎在黑龙江任内 曾责令官员和警察严打法轮功学员 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判刑 今年3月知名维权律师唐吉田 江天勇 王成 张俊杰 在黑龙江建三江为法轮功学员维权 但四位律师却被打断24根肋骨 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生命垂危 暴行震惊国际社会 迫害法轮功 王宪奎 迫害法轮功劣迹斑斑 尽管是第一次来台参访 王宪奎沾了哪些血腥 包括随行官员是否有责 在自由的台湾社会 中共迫害人权记录 也将无所遁形 新唐野台电视社这场明秋 夏张轩 台湾新竹 采文部导 深圳市地铁二号县黄被领站 周一上午八点半发生人采员事件 一名乘客在月台昏倒 引起乘客恐慌 争相下车 事发持续两分多钟 现场惨叫声四起一片狼藉 造成12人受伤 山西省大同市江家湾煤矿 19日晚间发生透水事故 24人被困警下 当地媒体报道 发生透水的地点 距离地面垂直距离约200公尺 透水涌出量目前难以估计 今年3月21日 郑州强拆事件震惊中外 连屋子里睡觉的婴儿都被扔出门外 住户的家电 财产都被掩埋 网友将视频传到网上引发热议 影片中 被强拆的住户怒海 共产党比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储粮东北粮仓 日前爆出已成顶性问题 16000吨稻穀被查封 这是官方首次承认 国家的农业粮食储备面临严重问题 金融时报报道 中共可能被货急剧增加进口 造成国际价格飙升 更有分析指出 粮食问题也可能成为中共政治博弈的工具 第34届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 19号举行 由黄秋生担任颁奖嘉宾 外界还一度认为他要喊出真普选 原来他说的是想当大会司宜 搬出一段与香港金像奖大会沟通的对话 黄秋生说他多次要求想当司宜 似乎差一点就要冒出我要真普选的口号 台下观众哄堂大笑 黄秋生妙与卢柱宣传与大会沟通的对话 似乎话中有话 带助先这个名词在香港雨伞运动中频繁被提醒 黄秋生似乎不断暗喻香港真普选 不过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拿特首选举做文章 又是一段黄秋生宣称与香港金像奖大会沟通的对话 言语中不断讽刺香港特首选举 独特幽默诠释敏感的准职议题 黄秋生的妙与卢柱成为整场颁奖典礼 最受关注的桥段 我要真是做事 本来国会大选结果揭校 这一党中间党胜出 党魁习比拉将成为芬兰新任总理 拥有百万身家的科技富豪 同时也是政坛新人的习比拉 将如何让芬兰摆脱三年来的经济阴满 各界瞩目 在中间党的党部支持者已经提早庆祝这次芬兰大选的胜利 53岁的中间党党魁习比拉将成为下一位芬兰总理 1986年取得芬兰奥卢大学工程硕士学位 从电信业工程师研发部主管 后来自己成为了科技公司的老板 正在上是芬兰政坛新人 在2011年选举失利的中间党在200席国会中拿下49个席次 越身为芬兰第一大党 又以右派芬兰人党则取得38个席次 对芬兰選民而言如何从深线三年的经济衰退 脱困是他们最关心的 芬兰的劳动成本越来越高 劳动人口则不断减少 习比拉在选前主张 冻结薪资与节省支出 以振兴芬兰的经济力 并打算与芬兰人党联手组合新政府 解救芬兰经济衰退的危机 接下来四年的时间 如何让芬兰重新获得经济竞争力 平衡公共支出将是习比拉的首要考验 新台海贷电视张瑞珍编译 正当欧盟外长召开会议商讨因因地中海 透渡移民潮问题 希腊雅典一艘载有约20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 今天在爱琴海上的罗德岛外海翻覆沉默 当局已展开救援行动 索马利亚东北城镇加洛威今天发生大爆炸 摧毁联合国一辆巴士 造成至少9人死亡 索马利亚盖达附属组织青年党稍后宣称犯案 塞尔维亚一哥乔克维奇在蒙蒂卡罗名人赛 男单决赛以2比1的盘数制服捷克对手伯迪奇 捧回个人本季的第四个冠军 乔帅也成为一举拿下ATP世界巡回赛1000名人赛系列 头三项名人网赛冠军荣贤的第一人 风鸣80年代的热门影集《清秀佳人》中 饰演男主角的加拿大演员强纳森·克伦比 经传脑溢血过世 年仅48岁 他在代表作《清秀佳人》里 饰演男主角吉伯布莱 是许多人儿时的回忆 强纳森也因这部影集一炮而红 打开演艺录 今年他多在百老会担当男主角 一年早时的消息传出 不少影迷在推特上表示哀悼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关心神韵艺术团全球循环演出的消息 小高女士是日本的演员 模特兼主持人 4月19号 她在东京观赏了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 她表示观赏神韵像进入天国世界 一切都美好的难以形容 首次观看演出的小高女士非常激动 对每个节目都印象深刻 回味无穷 衣装もとても素敵です あと画面に映る バックスクリーンですね そこからこう人 人が飛び出したり出たり まるで本当にそこに 現実に宮殿があるような 海があるような もう本当に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夢みたいで ちょうど天国で見ているような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 もう何かこう 言葉でね 表現したらもったいないな 素晴らしい演技です 黄流日本舞蹈教師 黄翠燕女士 未能观赏到神韵 这样顶级的演出 而感到非常幸运 她说神韵的服装 舞蹈都非常值得学习 私も踊りや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とても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し 衣装、色 全て最高でしたね 一番好きなのは 孫国の仮面のところ 初めて見れたので テレビでは知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ど 仮面の変えるところ 実際にちょっと遠かったけど 見れたので 本当にラッキーでした すごく訓練をしているんだろうな というイメージ 皆さん揃って もう背格子も全部揃って 綺麗ですし もうこんな素敵な 劇団はないじゃないかと思う 素敵でした 两人都称赞 整场演出 都可以感受到 演员们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 用心与观众交流 这令他们非常感動 新唐人記者刘茂果 田振宇 日本東京采访报道 脑洞部長陈生文 拜会公圣借大佬 但传出坐车失窃 目前車輛已經尋獲 更多新聞內容 請鎖定下節早安 新唐人 台湾首部 融獲美國休士頓 國際影展 兒童節目金獎 新唐人原創動畫 天庭小子 小乾坤 專為現在孩子定作的戲劇故事 巧妙融入弟子歸 原文語意涵 孝順 勇愛 負責 誠信 經典智慧 靈活應用在生活中 陪伴小朋友快樂成長 我之間不怕黑 我有 火火趣味 開心看 潛移默化 輕鬆學 天庭小子 小乾坤 今年夏天全球首播 敬請期待 開心走向新世界 靈山聖地 落葉歸根 慎中追遠 孝思無限 萬丹山私立花園公墓 位居南投民間的 明山靜水 交通便利 是龍虎臥戶的風水保地 擁抱自然美景 吸取靈山地氣 致敬先贤長者 必因厚世子孫 萬丹山私立花園公墓 一 二 三 快 文 準 沉浸科技 掌握重複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灣製造定位置甲具的 尖端開發先鋒 目前 全世界只有四個國家 生產此定位甲具 唯有沉浸 能夠成功相容 其他各國產品 並擁有自行研發先進人員 台灣之光 夾劇首選 沉浸科技 歡迎回來 基隆市議會前議長黃景泰被控掏空議會公款等三弊案 遭積壓七個半月後 今天凌晨以2000萬元交保獲釋 黃景泰值奔父親林棠上香 眼眶泛紅 2016總統大選國民黨昨天展開總統初選領表登記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搶先到黨中央領表 對國民黨中央社排磚條款 如果只有一個人登記民調低於30%則不予提名 被解讀是針對洪秀柱 對此洪秀柱說他會參選到底 支持洪秀柱台灣有出路 在群眾簇擁下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來到國民黨中央領表登記 表態參選總統到底 就讓我正式宣布 洪秀柱開始起跑 洪秀柱加油 加油 請大家相信我 請大家跟我來 大批支持者到國民黨中央外 替洪秀柱造勢 洪秀柱繳交兩百萬保證金之後 接下來展開連署階段 不過黨中央設下防磚條款 就算登記連署通過 民調如果低於30% 黨中央也不會提名 黨中央有所謂的防磚條款 我開玩笑的說 我是磚嗎 我希望拋玉頂碎 但是今天我要改變我的說法 洪秀柱是聖經上說的防角石 我是那一塊磚 國民黨內表態選總統 目前只有洪秀柱一人 至於朱立倫王欣平選不選 外界議測不斷 臨表連署為期27天 5月16號是最後一天 黨主席朱立倫到底要不要參選 借時間分曉 新唐人演的電視 陳徽摩台灣台報道 為了與工商團體就勞基法 縮短工時一提取的共識 昨天勞動部長陳雄文 一約拜會工商團體 就彈性工時進行討論 不過正當嘉欣四法 吵得沸沸揚揚的時候 卻發生勞動部長公務車 遭切的情況 也不免讓人有些遐想 我坐了不少坐車 這倒是沒錯 不過這是第一次車子被偷 沒錯 只能尷尬苦笑 自己的坐車成為小偷下手目標 讓勞動部長陳雄文有些傻眼 不過公視更重要 陳雄文下午還是一約拜會工商團體 希望在彈性工時區塊取得公視 我們知道我們原來 現在是兩週84小時 現在我們希望修成一週40小時 那麼當然工總他們也不反對 但是他們希望有一點彈性 希望修成兩週80小時 那這個事實上大家對總時數 是沒有什麼差別 他們希望在用人的時候 有更多的彈性 目前行政院版的勞基法修正案 希望將加班時數的上限 從原定的46小時增加為上限 每個月54小時 而法定公視方面 則由現行雙週84小時 降到每週的40小時 希望縮斷勞工工作時數 勞動部官員表示 勞工反應加班時數上限條太高 有時很難拒絕雇主加班要求 必須顧慮勞工過勞現象 自方者認為行政院版的規定 難以因應極丹的需求 不過顯然雙方各說各話 難有共識 共識就是大家共同來努力的 沒有達成說一定要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也認識 知道了 這個一週40小時的工作時數 是很難再有改變 調整的加班時數 我們也希望一週60小時 面對勞資雙方夾擊 行政院態度相當審慎 請祝勞動部長陳雄文與工商團體溝通 但並未作出任何具體承諾 目前預定政院版條文 243號經行政院院會通過之後 將送立法院審議 與其他勞基法修正版本並按審查 下電視高建倫沈為彤 台灣台北報導 接著看到今天4月21號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活動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年會 下午工商建言會與經濟首長有約 另外台北市都委會 將對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在健康消息部分 國健署今天將發布台灣運動地圖 接著帶您來看到4月21號的天氣預報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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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